大陸國中的學生,頂高位在學生的生日,創下優秀的生紀錄後 最近環球推薦方法,大陸國中有40幾位學生比六處 其中有14位日孫傳統的名號 我們這次的繁星表現非常的不錯 那繁星總共有42位同學上榜 包括台大牙醫一位,然後其他的中醫系兩位 那麼這個傳統的台青椒、成大、十大等等 總共25位,那表現非常優異 大陸國中這幾年來,生台下的生日是一年比一年進步 好像對處相當高興,我們也輸身繼續努力為自己好表現 快樂的學習,學生熱愛學校 然後學校的老師們目標一致 那家長也非常堅定的支持學校 那我想這各方面,共同的結果 造成我們這個朵高,逐漸的往上提升 學生也越來越快樂,成績也越來越優異 當國中學議會為了鼓勵學生優秀的表現 準備第四月就去學議會台會時,發行中學金 讓表現優良的學生 那這個校友會第一時間知道之後 那馬上就決定,總共要播出55萬的獎助學金 來獎勵這些成績優秀的學生 議員在大學時,甚至表現比較優秀的 都是受理的民生學校 但是因為最近經濟不好 很多學生選擇國立的國中 加上九州的日經教學 讓國立國中的表現越來越結束 記者以免為,蔡安博德 就要是不一樣的 麻煞